其實我們當時都很害怕跟媽媽講到 就是比如說生死這件事情 對 因為我們知道說 他常常會比如說對爸爸發脾氣的時候 他就會說反正我都要死了對不對 那死了以後你們就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啊 那所以我們就會變得比較害怕說 那有些話是不是不能講 或者是說這種話有點勒索 情緒勒索啦 老實說 但是他我們不能限制他怎麼講 因為癌症長在他身上 對 但是像我們就盡量會去規避 去挑發他這個神經 那你不用問他說 那媽媽你打算 比方說放哪裡 其實老師說 要不要火化 當時我們都沒有討論到這個 我覺得其實這些事情說不定 就是如果我們講了 或者是我講 然後跟他講了以後他很難過 他很哭 我也哭 說不定這是一個宣洩情緒的一個方式 有可能 但是我沒做 薇君你不敢跟爸爸媽媽問這個 我爸媽他們都自己講 真的喔 對 比方說看到新聞娃娃的時候 我爸就會說 我那個哪一個櫃子的下面 有一個袋子裡面有什麼什麼什麼 有什麼 我跟這邊講還得了 我怕鄰居跑去我們家 他不可以講 OK 那他們講到什麼地步 其實我爸媽他們算交代蠻多 因為其實前陣子就病人自主權利法 剛上路的時候 在講那個玉立醫療 決定玉立醫療諮商 他們就很認真的在追 他們都因為我是講師 但他們其實都不問我 他們就自己看 看了很多 然後來跟我核對他們這樣的想法 對不對 那所以即使我們到後來沒有去預約做諮商 可是比方說這個臨終不急救的這個醫院書 我們也都全家都簽了 然後就是財產上的一些分配 然後他們的一些貴重的東西 放在哪裡 那他們很 一直 一直以來 很有死亡的意識 那我覺得也有可能跟我自己長時間 在安寧病房 對 跟這個有關 然後有的時候我回去 就比方說我在醫院發生很感人事 我就覺得我不應該對我爸爸發脾氣 我就週末回去 我就會早時間跟他說 爸爸我有你 就是我當你的女兒 我真的好幸福 我好幸運 然後他就會說 我又還沒有要死 你為什麼要跟我講 我說 我說我覺得 我在安寧病房看那麼多 就是這些事真的不能生了病 跟死了在講 就是你好好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才不會覺得 你是不是快死了 可是我講一下 爸爸的心情是快樂的 你這樣跟他講 對 他只是有時候男人的尊嚴 對 他隔天他就煮了 我很喜歡吃的東西給我吃 然後我就看到一定要在稱讚他 哇 爸爸你怎麼知道 我最喜歡吃這個 他就說我不疼你要疼誰呢 我覺得我這幾年 我把他訓練的還不錯 那個常醫師 是 那你這個放射腫瘤科 那面對這麼多癌症病人 像你自己都交代好了嗎 我自己也有簽了病毒法的 玉利醫療決定 對 就是生命末期的時候 不要衛生治療 也不要人工營養 不會管這些 對 如果你得到癌症第四期呢 當然還是會看 有沒有什麼治療的選項 那這個治療的選項 其實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先看他的成功的機率 對 成功 因為成功機率二十趴跟八十趴 那是不一樣的 八十趴就要治療對不對 如果二十趴不要受苦 對 然後付出用 是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那今天也一樣邀請到鄭主任 主任的媽媽也得到癌症 當時是怎麼發現 大概是八年前的事情 那那時候剛好 我其實就在做這個癌症的 病人的情緒的照顧 所以那時候 我大概也做了七年 以前我就是一般的 精神科 身心科醫師 在臺大那些地方 就照顧一般的 也有嚴重的病人 但是後來就到一個癌症 專門醫院 那照顧癌症的病人 這不用客氣 因為那個叫核性 因為大家都知道核性專制癌症 是 所以那時候 我就覺得我媽媽的生病 好像就給我一個期中考 一樣 隨堂測驗 是 看看我們在照顧病人的身體 還有情緒部分 做了怎麼樣這樣子 那後來他是得了膽管癌 那這個癌症一開始就已經是很大了 那他自己肚子都摸得到 那時候剛好是四月一號 跟我們打電話說 我肚子摸到一個硬塊 我說這是愚人節新的笑話 但是真的就是很不幸的 他就是已經大到突出來 然後突出來才知道 對 就是摸到在肚子上可以摸得到 那後來也發現他其實肝臟的兩邊都有 已經擴散了 對 所以說我們肝就只有兩邊 所以兩邊都有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切除了 因為他也沒辦法肝臟移植或什麼 那其實那個膽管 其實就是在肝細胞裡面去收集 肝細胞分泌出來的膽子 然後匯集到總膽管 然後到膽囊去 那如果他長在肝臟裡面 那個密密麻麻的 其實就很難去處理 他比肝癌要來得更困難 換句話說 沒有辦法手術了 就沒辦法手術 那就是從一些治療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大概其實差不多 就是一年的情況 差不多是一年 後來也 後來大概 他撐了一年九個月 所以我們也算是照顧得還不錯 所以這件事情也是 我覺得給我一個考驗 也讓我在後面 對於癌症病人的一個情緒照顧 身體照顧之外的一些適應 我都覺得有很大的一些啟發 並不是說每個醫師 一定要有家人生病 他才能夠照顧好病人 但是從這個角度 媽媽其實是天使 因為媽媽透過他得到這樣的癌症 但是讓你有所體會 然後試圖來改變很多的事情 讓大家過得更好 所以他有很積極的意義 對 所以我也是這樣的影響 後來也是更投入這樣的工作 然後這過去三年 我擔任這個學會的理事長 對 那媽媽得這個擋管癌 沒有辦法開招了 對你們家來講 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其實父母親 他們都是很那個腳踏實地的 對 所以他們是很踏實 很務實的人 所以他們第一個就是說 那接下來就要怎麼辦 所以我們剛開始就去看了 就是外科醫師 腸胃科的醫師 然後腫瘤科的醫師 甚至我們連安寧緩和的醫師 都看了 大概在一開始診斷的時候 就去看了 因為從這個治療指引 這樣一路 通常是一個樹狀圖 你是第幾期 這三四期 已經是接近末期了 那腫瘤多大 兩邊都有 不能開刀 那接下去要做什麼 那大概存活是多少 這個其實指引都寫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大概看到是說 這樣的情況 那我可能一開始我就 那個是因為你當醫生 你知道 一般人不知道 是 所以就是說 我大概對於醫療的部分 我就已經很清楚 對 好 所以後面剩下 就剩下照顧的部分 就是說既然醫療都已經走到這條路 甚至連安寧緩和的醫師 很早就去看 後來那一位安寧緩和醫師 在一年九個月之間 他也離開了 對 他幾歲 很年輕 那他自己本來就有癌症 所以他照顧 我們母親照顧到最後一刻 然後才轉給另外一位醫師 這個也是在我們醫院 非常非常難得的事情 這樣 那位醫師方面講 他幾歲嗎 大概就是三四十歲 這樣子 很年輕 好年輕 對 是在臺大 我們在我們醫院 核心醫院 男生啊 女性 女性 乳癌的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事實上把這個醫療部分 都已經很早就安排好 那剩下就是說 那如果我們母親只剩下一年多的時間 那我們這一年多 要怎麼樣來過這樣子